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战败中崛起 最终打败了吴国 范里的理财智慧在于他懂得支持而退 即在赚到一定财富后 及时抽身 避免贪婪带来的风险 这就像我们现代的预算管理 知道何时该花钱 何时该存钱 保持收入与支出的平衡 再来看看古罗马的故事 古罗马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西塞罗 他曾经说过 不懂得管理财物的人 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 随波逐流 最终会出交沉没 西塞罗的这句话告诉我们 预算管理就像是船的舵 能够引导我们在财务的海洋中稳健前行 说到现代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小明 小明刚刚开始工作 收入不错 但他总是月光足 月底总是捉襟见肘 于是他决定学习预算管理 他开始记录每一笔收入和支出 并且设定了一个每月的储蓄目标 结果 他发现自己每月竟然可以存下一笔不小的钱 小明的故事告诉我们 预算管理不仅仅是记账 更是对自己财务状况的全面掌控 那么 如何才能做到收入与支出平衡呢 这里有几个小技巧 一 记录每一笔支出 就像小明一样 记录每一笔支出 这样你才能清楚地知道钱花在哪里 二 设定储蓄目标 每月设定一个储蓄目标 并且坚持下去 这样你就能逐渐积累财富 三 控制冲动消费 在购物前 问问自己这是否真的需要 控制冲动消费 避免不必要的支出 四 定期检查预算 定期检查自己的预算 看看是否需要调整 这样你才能保持收入与支出的平衡 最后 让我们用一个幽默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有一天 一位富翁问他的管家 为什么我总是觉得钱不够花 管家回答 因为您总是花得比赚得多 富翁听后恍然大悟 从此开始学习预算管理 最终成为了一位理财高手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地理解预算管理 并且在生活中实践 达到收入与支出的平衡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风险管理 保险与应急基金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严肃又有趣的话题 风险管理 特别是保险和应急基金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枯燥 但我保证 等你们听完之后 会发现这其实是生活中非常重要 且有趣的一部分 首先 什么是风险管理呢 简单来说 就是如何在生活中未雨绸缪 防止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或福这种情况发生 就像你们在考试前会复习一样 风险管理就是为生活中的考试做准备 保险 现代社会的护身符 让我们先从保险开始 保险就像是你生活中的护身符 你们知道吗 保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当时的商人们为了防止货物 在海上运输时遭遇海盗或者风暴 会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基金 如果某个商人的货物不幸遭遇不测 这个基金就会给予赔偿 现代的保险种类繁多 从健康保险 汽车保险到宠物保险 几乎无所不包 你们可能会问 教授 为什么我要花钱买保险 我又不一定会出事 这就像你们买了一把雨伞 虽然不一定天天下雨 但一旦下雨了 你就会感激自己有这把伞 有趣的保险故事 说到这里 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保险故事 你们知道吗 著名的摇滚乐队滚石乐队 曾经为他们的吉他手 吉思 李查兹的手指投保了150万美元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吉思的手指出了问题 整个乐队的演出都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风险管理的一个极端例子 但也说明了保险的重要性 应急基金 你的救命稻草 接下来 我们聊聊应急基金 应急基金 就像是你生活中的救命稻草 它是你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可以依靠的资金储备 比如说 你突然失业了 或者家里的冰箱坏了 需要马上更换 这时候应急基金就派上用场了 如何建立应急基金 建立应急基金其实并不难 你可以从每个月的收入中 拿出一部分 存入一个专门的账户 一般来说 建议应急基金的金额 应该足够覆盖 三到六个月的生活开支 这样一来 即使遇到突发情况 你也不会手忙脚乱 有趣的应急基金故事 说到应急基金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位朋友 他非常喜欢养鱼 有一次 他的鱼缸突然破裂 水漫金山 鱼也快要搬家了 他立刻动用了他的应急基金 买了一个新的鱼缸 才保住了他的鱼宝宝们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但也说明了应急基金的重要性 总结 同学们 风险管理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概念 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通过购买保险和建立应急基金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就像你们在考试前会复习一样 做好风险管理 我们才能在生活的考试中游刃有余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们对风险管理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在生活中运用这些知识 未雨绸缪 过上更加安心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税务优化 合法减税策略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人人都关心的话题 税务优化 或者说如何合法地减少我们的税务负担 这可是个既专业又有趣的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让我先讲的小故事 话说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年轻企业家 他的公司刚刚起步 业务蒸蒸日上 但随之而来的税务问题也让他头疼不已 小明决定去找一位资深的税务顾问老王 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税务负担 老王听完小明的困扰 笑了笑说 小明啊税务优化就像是打麻将 讲究的是技巧和策略 而不是作弊 让我来教你几招 第一招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老王告诉小明 政府为了鼓励某些行业和活动 会提供各种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研发费用加级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 小明的公司正好有不少研发投入 于是他申请了研发费用加级扣除 成功减少了不少税款 第二招 合理安排收入和支出 老王接着说 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收入和支出 来优化税务 比如 将一些支出提前到本年度 或者将收入延迟到下一年度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当年的税务负担 小明听了这个建议 开始仔细规划公司的收入和支出 果然效果显著 第三招 利用家庭成员的税收优惠 老王笑着说 小明 你有没有想过利用家庭成员的税收优惠 原来 小明的妻子也是一位自由职业者 收入相对较低 老王建议小明将部分收入转移给妻子 这样可以利用妻子的低税率 减少家庭总体的税务负担 小明一听 忽然开朗 马上采取了行动 第四招 设立退休金计划 老王还提到 设立退休金计划 不仅可以为员工提供福利 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小明的公司设立了退休金计划 不仅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 还减少了公司的税务负担 真是一举两得 最后 老王提醒小明 税务优化一定要合法合规 不能铤而走险 小明感激地点了点头 决心在合法的范围内 通过合理的税务规划来减少税务负担 同学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税务优化其实并不神秘 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和策略 就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 减少税务负担 让我们的财务状况更加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将来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灵活运用 谢谢大家 风险管理以及税务优化 这三个重要的理财话题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不仅穿越了时空 借鉴了古代智慧 还分享了现代社会中一些有趣且实用的故事和技巧 总结一下 预算管理 就像是我们财务生活中的导航仪 帮助我们在收入与支出之间找到平衡点 风险管理 则是我们的互身符合救命稻草 通过保险和应急基金来抵御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而税务优化 则是我们财务规划中的打怪升级 通过合法的策略来减轻税务负担 在深入分析这些内容时 我们发现 每一个理财技巧背后都有其独特的智慧和应用场景 预算管理中的支止而退 风险管理中的未雨绸缪 以及税务优化中的合理安排 这些都告诉我们 财务管理不仅仅是数字游戏 更是一种生活智慧 作为你的好朋友六博士 今天的分享 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实用的技巧 让你在财务管理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稳健和轻松 当然 我也希望你能以风趣 轻松的心态来看待这些话题 因为理财并不一定要枯燥乏味 合理规划你的财务生活 你会发现其中的乐趣和成就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吧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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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